我今年60歲 在跑步上大家都叫我月華姐 我喜歡人家叫我吳慧姐 是面對一切無所畏懼的吳慧 我曾經生過一場病 在生這一場病的時候 我有三個小孩子 我的三個小孩子都還是國小階段 我不想要我的孩子太早沒有媽媽 所以我提醒我自己 我一定要好好地愛護我自己的身體 用我的身體一個健康的身體 陪著小孩子走他們的每一個階段 所以我選擇跑步 我的出馬是別人 一個陌生人來帶我跑步的 是他成為我的天使 我其實本來不是喜歡跑步 我只是想要讓跑步維持我的健康 那我因為經過別人陪著我跑這件事 我想說 我如果可以爬我的跑步 讓每一步讓它更具意義 那我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後來因為有接觸到一個 北中南500K四障陪跑 經過這一次的陪跑以後 我就決定說我要來當四障陪跑員 除了自己跑步賺我自己的健康 我也可以帶領他們出來 我會覺得說因為我的愛 讓他們無所障礙 跑步對我最大的收穫就是 我重新找到我的健康 所以如果說有的人生病 我都會跟他們講 其實生病是一份禮物 你怎麼樣看待生病這件事情 我如果沒有因為生病 我可能不會來跑步 我因為生病接觸了跑步 我因為生病接觸了跑步 那我也因為跑步 我獲得很多朋友 我是吳月華 我是一名跑者